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的工具 这个工具呢,是一个TTS工具 就是文字转语音嘛 这种工具呢,我们已经用过很多了 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 这个工具呢,应该是刚发布不久 它这个 关注的人数呢,非常的多 5.3K了,说明这个工具呢 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工具效果确实不错 不过问题呢,就是 这个,目前为止 只支持这个英文语音 其他语言呢,现在还不支持 刚方这边说呢,后续会推出 那么我们目前呢,就先介绍一下 这个英文的一个使用 这个工具使用前来的特别的简洁 然后对资源的要求也不高 效果也不错,速度非常快 所以总的来说呢,是一个 挺好的工具,我们等到后续 有了更多语言支持的话,我再给大家更新 今天我们先看这个英文这边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具 今天的包呢,是 7.32G 这个不算大,这个包挺小的 然后来启动 稍等一下 他还加载一些模型 好,这边启动了 点一下 其实咱们每个项目启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就点这个地址 如果出这个地址了 那么下面有一些别的信息的话 其实是可以忽略掉的 大家点就行了 然后这个具体的使用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啊 我们需要调整的就是这两个参数 他们俩是控制语速的 我看一下这个他这个说明 两个用途,对吧 如果是默认的的话 就适用于大多数提示 如果说这个说话的风格很快 如果你想降低一点的话 那么就把这个参数把它低一些 0.3 那么我默认都是0.5 待会我们试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他这段给了一段参考语音 听一下 他这个参考语音啊 这个语音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对吧 一听出来 然后我们来跑一下 这边开始运行了 稍等一下 大家看到这边也得提示完成了 就是这个进度条并没有走啊 走到451 然后就结束了 我们听一下这个效果 它这个语速听起来好像有点快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说明呢 把它调小一点啊 0.3 那么就是这个值啊 当然我们可以让它更慢一些啊 比方调小一点点 然后再来跑一遍 好 我们再来听一下 好 那明显的听出来 以上一回的节奏要放慢了 这个就是调这个值的一个作用啊 上面这个值是干嘛的 看一下它这个说明啊 它说是负有表现力或者戏剧性的演讲 我们把这个值调大一些啊 调成0.7 它说0.7 那我们再高一点 调0.8 再来一遍 好 来听一下 这个明显的听到啊 这个这一段语音的这个语气的起伏啊 表现出来的这个 负有表现力 或者戏剧性的演讲 我们确实是能听出来的这种感觉啊 尤其最后这段话 Oh boy 这个Oh boy 是吧 这个表现呢 这个情感呢 确实很悄 这个工具还是挺有意思的 只不过非常遗憾的是 它目前只有英文 我们可以期待它后续 对这个其他语种的一个知识 好 大家拜拜